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不成熟的父母 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比较可怕 我估计很多家长听到这个名字就不想来听了 那我首先想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你能够鼓起勇气 已经证明你不是一位不成熟的父母 这是一个好消息 不成熟的父母首先听到这个名字 就不会愿意来听这本书了 那今天这本书的话 它的作者叫Lindsay Gibson 林赛吉布森 他是美国的心理学博士 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 二十多年以来 他都是专门研究和解决不成熟父母的问题 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 英文名字叫Adult Children of Emotionally Immature Parents 我在这本书当中收获非常多 我本来以为这是一本很容易读的书 很轻松 可是我一边在读的时候 我一边发现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 也很深入 非常值得很细细的读 每一张都非常仔细的去品味 然后做笔记 然后不断的去反思 这样的话你能够在这本书当中得到非常多的答案 我觉得这本书不仅是谈父母 因为每一个个体 个人身上都可能出现一些不成熟的心理的状况 所以这本书大家不要看成是一本批判父母的书籍 而应该看成是一个自我的心理救赎的手册 每一个人都可以读一读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不仅仅极限在批判父母的身上 所以不要特别紧张 但是这本书确实能够帮我们从 如果你自己有一个不成熟的父母的话 能够把我们从这种悲苦的境况当中解救出来 所以非常实用 那首先我想谈第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有人经常问你啊 就说你在找伴侣的时候 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我现在的话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所以我也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啊 婚姻对我来说 这个选择伴侣已经不再是一个我应该考虑的问题了 但是我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的孩子 我女儿 她要找一个男朋友 她要找一个未来的丈夫 那作为爸爸 假设她愿意听取我的意见的话 我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啊 就是你会给自己的孩子 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说你以后的伴侣 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标准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判断的标准 就是如果你要找伴侣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父母相爱的 有没有道理啊 这种道理来自于什么地方 心理学上有没有支持 那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给我的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啊 如果我女儿要找一个男朋友 我一定会告诉他 要找一个情感成熟的 什么叫情感成熟 情感成熟就包含很多的定义 有很多的方式 但是我可以列举几个点啊 看大家有共鸣的 比如说情感成熟的人可以认错 对吧 情感不成熟的人不愿意认错 我死都没错 情感成熟的人会做自我反思 修正自己 情感成熟的人 可以求助 他知道说 我特别想让你帮我 这件事情 不同的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说不出口 因为求助他人 会让我显得没有价值 情感成熟的人会觉得 向别人求助 并不是自己没有价值的表现 我有价值 而且我向他人求助的时候 给别人提供的 展现他价值的机会 哇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情感不成熟的父母 不会尊重孩子的兴趣 而且你兴趣不重要 我重要 我最重要 但是情感成熟的家长会觉得说 既然我的孩子选择这件事情 那他的热情 他的成就感很重要 而且这些东西会反馈给父母 会让父母心安 很开心 所以情感成熟的人愿意接受建议 看待不同的人 对吧 举个例子 有三个问题 基本可以判断 你是怎么思考市场和市场的交换的 第一个叫大过年的 天气这么冷 不要让外卖员送外卖了 第二个叫大过年的 他们这么不容易 外卖员还在送外卖 赶紧点几个单 让他们多赚点钱 第二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是 应该给外卖员自由 他们想送就送 不想送就不送 大家看这里的选择 不同的选择体现了 不同的心理状态 你是怎么去看待他人的需求的 我们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我懂外卖员的需求 他们想赚钱或者不想赚钱 对 然后他会有一些 有一些出于他自己的一些同理心 我觉得应该让他们多赚点钱 或者说千万不要下单 为什么 他们很可怜 下雪了还在送外卖 但是有第三种方案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想送还是不想送 但是如果给他们这个自由 他们愿意送外卖 我就应该 只要我想吃外卖 我就点 我不会因为出于对别人的同情 点或者不点 第三种心态是最健康的心态 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心态 我们也称为不成熟 而就是成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不对 我们可能小时候 一个小孩的选择和一个大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一个大人要慢慢的慢慢的才懂得这些道理 懂得去理解别人的需求 同理心 向他人求助是不一样的 就我们都是由情感不成熟的过去 一步一步变到我们的长大了之后 我们的情感就成熟了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 是一个情感成熟的伴侣 找一个情感成熟男朋友 对吧 对我女儿起码的要求 但是问题就在于 很多人长大了三十岁四十岁 我见过有六十岁的父母 依旧情感不成熟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他来自一个情感不成熟的家庭 他的爸妈妈是情感不成熟的 或者他父母其中有一方是情感不成熟的 如果你的父母情感不成熟 他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模式 一个乡土的模式 然后你会形成 比如说啊 我在我的身边见到一些这样的人 是情感不成熟的 非常隐隐约约的表现 你可以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第一个是 有一些人特别客气 客气这两个词是非常模糊的 但是它代表了其中某一类的相处的模式 客气的人总觉得会打扰你太多 不好意思 然后他们会说很多客气的话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他们的态度极其谦卑 不停的鞠躬 不停的道歉 不停的感谢 你会觉得那些 甚至那些礼貌已经有一些繁琐 或者没有必要了 但是这些客气的人永远不改变他们客气的这种风格 甚至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有点客气 但是改不掉 为什么 客气的人背后就代表着一种情感的不成熟 他觉得他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 给他人添麻烦 是自己是一种累赘的表示 特别奇怪 对吧 太客气 第二个就是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 永远不好意思批评别人 为什么 他很难有这个逻辑走下去 就是批评别人 是帮助他人的机会 比如在管理当中 有一些管理者 批评别人是非常痛苦的 一旦要跟别人有一点点压力 他就会觉得 这种会反射到自己身上去 会让自己很痛苦 我不能批评他 因为批评会让他很痛苦 而这种痛苦投射到我心里 就会让我觉得我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不能批评别人 但是你会发现 在一种关系当中 不管是孩子 还是你的伴侣 或者是你的同事 如果你完全不指出别人的错误 你有没有发现 别人就没有办法成长和进步 所以一个心里成熟的人 实际上他能够体会 由于批评所带来的进步 当然批评的时候 是需要注意尊重他人 比较有礼貌的 不带情绪的去表达出来 这个是基本的要求 这没问题 我们就把这些 太客气 一句坏话都不敢说 不敢开除员工 不敢去评价他 这些人 我们都称为 其实他背后有一个 共同的心理机制 就是情感不成熟 而情感不成熟的 很多重要的原因 都是来自于 你的父母 是情感不成熟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希望今天的 各位家长和读者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的测试 就是看看你自己 是不是来自一个情感不成熟的父母的家庭 然后大家要找一支笔 找一张纸 我需要大家 我在读一个选项的时候 大家就 如果是是的话 你就记一个一 然后每增加一个选项 就增加一分 我给大家一边读 大家大概用两分钟的时间 来完成这个小的测试 看看大家的这个分数是多少 也可以互相去比较一下 好 第一个是 我的父母经常对小事情反应过度 表事情反应过度 你又迟到了 老师今天要我去开家长会 对吧 你衣服怎么都没亮 他会勃然大怒 大发雷霆 如果是是的话就加一分 如果不是就不要加分 第二 我的父母没有太多的同理心 你的获奖 你受伤了 你今天跟同学吵架了 你的情绪这些都没有办法 获得你父母的共鸣 你很少在你的父母那里 得到同理心 他理解你 你没有那种被理解的感觉 你总觉得很孤独 第二 第三是 我的父母似乎对情感亲密 有些不太适应 总想避开亲密关系 所以亲密关系就是 他不跟你谈 他内心最深刻的感受 他是怎么看待他人的 他有没有挫败感 他怎么反思自己的人生 他原先做过什么样的决策 他对孩子的感受是怎么样 他给你们 就是那种亲密 亲密就是要求你打开内心 你要暴露自己 这个对很多父母来说是很痛苦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传统的家庭里面 父母一般很少 有特别 特别暴露情感的谈话 我想起来 比如说我的爸妈妈 也没有跟我说太多情感的谈话 但是 我的父母依旧给我展示了 相当深刻的情感 因为他们是用其他的方法 用其他的方法 通过爱 通过眼神 通过对你的关心 通过对你的心疼 有时候会掉眼泪 这些东西来反映亲密的 所以不一定是谈话 第三个 第四个 我的父母经常被个体差异 和不同的观点激怒 赞同中医 不赞同中医 哇 你不赞同中医 那还得了 对吧 他所认同的观点 如果你不认同 你的父母就特别生气 被不同的观点激怒 第四 第五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把我们 当成一个知己 但他不是我的知己 有一些父母会跟你说真心话 但是他希望你聆听他 但是他不听你 他不听你 你想跟他说很多内心的感受 他说没时间 或者他觉得不自在 或者他就迅速躲开 但是他希望你做他的聆听者 他要求你照顾他 角色反过来了 有些家庭存在这样的 父母觉得自己需要被照顾 自己像一个孩子一样 还没有被满足 然后他希望这个 尤其当孩子长大了之后 他希望孩子颠倒过来 照顾他自己 这是第五 每一个你觉得同意 你就加一分 好不好 第六个 我从我的父母那里 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和同情 除非我真的生病了 有一些孩子会觉得 也不是没有关心 我生病的时候 我父母很很关心我 好 这个并不是 就是一个父母去照顾 生病的孩子 不一定是心理成熟的表现 也有可能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 因为他希望孩子显得脆弱 服从 然后以便把自己 处在自己的角色里面 因为他是父母 所以他觉得 哇 我能照顾别人 你看孩子现在很脆弱 特别需要我 所以即使是心理不成熟的父母 他们也愿意去照顾生病的孩子 而且这个时候 孩子确实能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温情 他们会因此觉得自己的父母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孩子非常独立 好 病好了之后 他们就回到原来的样子 没有亲密的沟通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同理性 不关心自己的孩子 第七个 我的父母反复无常 有些时候很睿智 你听说话很有意思 有些时候又显得不可理喻 所以你就觉得你的父母很难琢磨 就怎么回事 他到底好还是不好 你自己很难判断 大量的孩子是 不敢做出这样的判断 我的父母是情感不成熟的父母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如果听了今天的这本书的介绍 你得出一个结论 原来是我的父母不成熟 那已经帮大家解决了可能50%的问题 你对于孩子来说 要去推翻对于父母的那种 道德圆满感的形象 我觉得是很难的 这是第七个 第八个 如果我生气了 我的父母要么说一些很肤浅的话 不用的话 要不也生气并且讽刺我 比如说有个 你同学今天流糖 你今天流糖了 你老师让你留下来 说今天怎么晚了 又开会了 是不是班干部你最重要啊 还是被老师批评了 话里话外有一些讽刺 他不想同情你 他没有办法说 我孩子现在也很难受 他要你去理解他 或者他要发泄自己的情绪 有一个父亲跟他的妈妈 和他的女儿分开之后呢 出去之后就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他刚跟自己的母亲 刚跟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分离 那出去之后 他就买了一辆跑车 所以他就把那个跑车开回家 然后展示给他的妻子和女儿看 然后他非常兴 充充的就跑到家里面说 你看我买了新的跑车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特别混蛋 特别混蛋 这个父亲就处在那种兴奋当中 我最重要 我现在买了跑车 请你为我感到高兴 但他没有想到 他刚刚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还处于那种被抛弃的痛苦当中 这个父亲完全感觉不到 就你看我买了跑车 赶紧过来看我的跑车 特别不可思议 是不是觉得 所以就是当你生气或者受伤的时候 你的父母没有办法去安慰你 你没有感觉自己被理解了 第九 谈话大多以我父母的兴趣为中心 一定要谈你爸妈妈感兴趣的 永远不谈你感兴趣的 第十 即使是礼貌的发表不同的观点 也有可能会让我的父母产生防备心理 你不能批评你的父母 你不能说和父母意见不同的话 你不能说 据我所知 其实我们的老师说过 中医里面的很多方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啊什么博人大怒 对吧 天哪你这个孩子啊 忘本 所以礼貌的发表不同的观点 也会让他产生防备心理 你不能指责你的父母 因为他们接受不了 他内心似乎是没有能量的 一遇到批评就会反弹 然后第十一 我的成功在他们看来似乎不重要 这让我很挫败 刚才也提到了 你拿回家讲状什么的父母 你看他们好像挺开心 但你没有觉得说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真心为你感到骄傲 脸上放光的那种 你感觉不到 所以你没有被激励 呃 现在是十一 我的父母表达的观点 总与事实不符 而且逻辑不通 你能感觉出来你你越长大 你用逻辑去看你父母的语言的时候 就说对不对啊 这跟他们以前说过的很多话都是自相矛盾的 他们在对待自己的原则的时候 对待他人的原则是有时候是冲突的 啊 每一个你觉得是你就打一分 第十三 我的父母不会自我反反省 很少意识到自己自己的问题 不成熟的父母很少道歉 呃 我曾经出现过要求父母一定要给孩子道歉 但这个父母就是不道歉 我看到那个爸爸脸上那种挣扎的表情 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给孩子道个歉有这么难吗 啊 就他觉得道歉是完全冲破自己的心理防御 会让自己觉得很没安全感 会完全击垮自己的父母权威 这种想法在心理成熟的人眼里会就特别奇怪 因为心理学认为啊 自我反思在自己看来是消极的 在大人看来都是正面积极充满勇气的 你在反思自己的时候 其实别人把你看的是特别积极 特别有难量啊 最后一个 十四 我的父母看待问题总是非黑即白 不愿意接受新的观点 啊 抖音一定是坏的 打游戏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好的 对吧 嗯 如果你看小红书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一边回微信 一边做做也一定浪费时间 他们很少会心平气和的听你讲啊 其实我的微信虽然放在我旁边 不一定打扰我 我谈恋爱不一定耽误我的学习 早恋的人不一定都是坏蛋 他很难接受这些 他很难心平气和的去接受这些 他不想 他不想去接受这些 那我们把这些其实都看成是不成熟度的一些表现 我们这里就一个小的调查问卷 然后大家可以去去打一个分 如果你们愿意你觉得不暴露自己的隐私 那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分数发一下啊 看看你觉得刚才十四道题当中 你觉得自己的父母可能有多少分 然后我们可以互相比较一下 看看有多少 我们的读者啊 曾经出现在这个一个父母不成熟的家庭 一旦你了解到你的前世今生是由于谁造成的 那么其实这本书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完成了 性格成熟的人是不是可能情感不成熟啊 我觉得性格成熟或者情感成熟 这两个在语境当中大部分他的语意是相同的 或者成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叫成熟 你这个人特别不成熟 你这个人挺成熟的 其实指的就是情感的成熟度 但是成熟可能还包含比如说他的智商 他的认知 他的判断力啊 那情感不成熟的话 只是指在情绪的层面去判断这个人不成熟啊 如今有一些人比较自卑 他们不喜欢批评 那不喜欢批评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和自己的父母 和父母相处的方式 和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反馈 是高度相关的 OK 当然大家对后面这一段可能这个就特别好奇了 就是当然我们会讲说 怎么从情感不成熟的家庭和父母当中摆脱出来 在这里的话 我还要把这个情感不成熟的父母啊 在书中的四种类型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 因为这个更符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对于情感不成熟的父母的一些判断 你在这里面更能找到 哦原来我的爸妈妈是这种类型的 第一种叫情绪型 情绪型就是 他有一些非常小的麻烦的事情呢 会像世界末日一样啊 家里灯泡坏了 水龙头要修啊 或者是今天没有鸡蛋呢 他会觉得 哇这个 一定的轨道出了问题 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然后他情绪会突然失控啊 然后他会把其他的人当成救世主 是不断的 不厌其反的去寻求他人的意见 哪怕是做菜啊 应该应不应该放水啊 今天做饭做多少 他会不断的寻求他人的意见 然后他们会以绝对化的目光去看待世界 比较计较和记恨他人 比如说同学的父母 或者在一个群里面出现了一些冲突 那他会 他觉得 别人在欺负他 都是别人 别人在攻击他 他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然后他的情绪一上来之后 这个人就被贴上一个标签 这是一个坏人 家庭生活总是以他们的情绪为中心 在情绪性的父母的家庭当中啊 你会发现他们经常爆发冷战 互相不理对方 因为他们希望用情绪去施压 让对方放弃 情绪也是一种攻击对方的方式 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发现父母都不作声 然后你问说 妈妈怎么了 妈妈不说话 问爸爸 爸爸也不说话 回房间去了 然后一种压抑的气氛就笼罩在家庭 而这样的情况 时时发生 那在这种 这种气氛下面 其实是父母都想通过情绪 给孩子施加压力 让他知道 说妈妈不开心 快来安慰我 然后如果你们不能知道 妈妈为什么不开心 你们就是坏孩子 所以他用情绪去彰显自己的权利 我应该被得到照顾 你们赶紧来 你们谁都没有权利 发泄自己情绪 因为我现在不开心 那如果对于孩子来说 他偶尔掉入这种情绪 我们觉得可以原谅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在长大之后 即使自己成为父母之后 依旧保留了这样沟通的习惯 积极和正面的沟通习惯 比如说如果今天 比如说你煮饭 没有按下那个电饭锅的这个键 所以到了吃饭的时候 没饭 还是生米 大家都吃不了饭 菜已经采好了 所以大家都很沮丧 坐在那个桌子上的时候 好 正常的家庭是怎么呢 怎么做呢 那就是 哎呀今天哎呀太可惜了 那只能锻炼一下我们的意志力了 然后大家聊聊天 或者我们一起再去看个电视吧 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 但是在不成熟的父母眼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他们会互相抱怨对方 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然后互相就吵起来 吵起来之后 他们又没有能力去处理这种冲突 然后他们就互相不说话 最后这顿饭就在默默的这种 无声的氛围当中 吃这个饭 每个人都觉得很糟糕 我们把这种称为情绪型父母 然后第二种的话 叫驱动型父母 这个在中国尤其会找到很多这样的典型 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驱动型的父母很愿意为自己的孩子投资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很积极的给孩子报班 然后张罗孩子的各种事情 给他规划人生 学很多的乐器 因为他觉得这是为孩子好 他们会尽心尽力的把事情做好 所以驱动型的父母 在孩子有时候也会看成说 我的爸妈妈其实挺尽职尽责的 就做得很好 他们很关注孩子的成功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经常培养出缺乏主动性和消极的孩子 这孩子没有动力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的父母 他期待自己的孩子的事情做得跟他自己一样 但是你们发现孩子的技能需要时间锻炼 他需要犯错 他需要时间 我们的父母都接受不了 因为他们像一台涌动机 每天都在忙 把各种班给他安排 把所有的时间和日程安排得紧紧有条 每一分钟 他觉得这是完美的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他指出来 孩子不开心的时候 他觉得不重要 因为目标大于孩子的感受 追求目标是重要的 目标比孩子重要啊 就是孩子出人头地 考上清华 去美国名校 托福考一百 那这种耀眼的结果 比孩子感受有点不开心 怎么呢 不重要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孩子个人的幸福 是大于他追求这个目标和结果的 很难 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会 不让自己去考虑那些孩子的感受啊 同情自己的孩子 不要考虑这些问题 太累了 他假装自己找到了生活的答案 不去接受孩子独特的兴趣 我的孩子是一个独特的自我 不接受 不要听 看到这个不成熟的父母这几个字 马上就敏感起来 你们肯定不是不成熟的父母 因为否则的话 你连这一步都不会走进来 你们是愿意学习和反思 你们的心态是打开的 所以我在讲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最逻辑上 最让我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地方 就是他恰恰被这些情绪型 驱动型的父母所需要 但是偏偏不是这些人在听我的讲座 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遗憾 或者觉得很无能为力的地方啊 就是我到底要去帮助哪一个群体 我想把这些话讲给谁听 我想讲给驱动型的父母听啊 我身边有很多有一个妈妈跟我说 我报了很多学业司的这个班 我每天都坐在那个教室后边 我盯着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哪个地方 我我露一眼就知道他什么地方没听懂 回去的时候我也不告诉他 我就偶尔不经意的提一个问题 你看他果成那个地方没听懂吧 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万能的神掌控一切 然后他说哇学业司的课 我告诉你我都完全听懂了 我现在都可以去应聘学业司的老师 我能把那个钱赚回来 但是他这些夸赞的过程当中 就是缺乏一个东西 他孩子的感受 他孩子的意见 只有他自己的感受 很热烈的一种感受 所以他每天都很忙 把自己弄得很尽责 很驱动 像一台涌动机一样 唯一的问题就是 没有孩子的感受 他在控制自己的孩子 然后他会用赞美 我的孩子你真棒啊 你学的很好啊 你是个乖孩子啊 各种方法去控制自己的孩子 然后会非常频繁的干扰孩子的生活 因为他觉得干扰孩子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 他们处在一种角色当中 就是父母的权利是大于孩子的 孩子没有平等的权利 那我就当爸妈 当爸妈的绝对有自己的权利 比如说结婚之后 他觉得留一个孩子房间的钥匙 是天经地义的 对吧 你的房子呢 我随时可以来 我是你爸妈 然后他可以改变你家里的布局 给你打扫卫生 他不尊重你的隐私 可以看你的微信聊天记录 可以看你的信件 然后如果你早恋的话 他会非常生气 他要从你误入歧途当中迅速的掰回来 像一个万能的神一样 要掌控你的生活 我们把这种称为驱动型的父母 驱动型的父母也很容易被人误解 是一个尽责的父母 其实是这个父母极其不成熟的表现 只是一种类型而已 而且很多情感不成熟的父母 有时候是夹杂在一起的 他是有些时候是情绪 有些时候是驱动 他会不同的程度上 会混合在一起 然后第三种的话 是消极型的父母 消极型的父母 消极型的父母很可爱 你会看到消极型的父母 很愿意跟孩子在一起玩 很贴心 他是孩子的贴心的伙伴 所以孩子会很喜欢 喜欢这样的父母 但是父母之所以跟孩子玩 是因为他很喜欢孩子的天真 开放和质朴 他唯一的问题在于 他没有真正想去保护自己的孩子 他对有害的行为视而不见 比如说 有一个妈妈 在爸爸打孩子的时候 这个妈妈在厨房里面 就把那个锅碗瓢盆弄出很大的声音 好像向抗议 但他就是不进到客厅里面去制止自己父亲 因为他很消极 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 或觉得说他很厌恶这种强烈的冲突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 他拿不出力量去拯救自己的孩子 然后他会找借口 他说你爸爸也只是偶尔脾气不好 他也不是 他对你们挺好的呀 对事情 对周围的事情都很麻木 他们特别愿意服从比他性格更强势的人 比如他会嫁给一个看起来很霸道的人 特别奇怪 就是他自己不能掌控生活 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个更加强势的人 然后他们用消极的方法去逃避一切 这是消极性的父母 消极性的父母也是来自于情感不成熟 他自己没有锻炼出来一个成熟的心理状况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的话是叫拒绝型的父母 拒绝型的父母会让孩子觉得特别自己是个累赘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当他向父母求助的时候 父母就会很暴怒 因为他觉得孩子很麻烦 你不要来麻烦我 尤其是他们希望寻求情感上的依恋 会让拒绝型的父母非常生气 他不想和孩子待在一起 然后放任他们做任何事情 包括危险的事情 你们愿意早恋早恋 对吧 愿意抽烟 抽烟 没关系 你愿意交什么样的朋友 愿意玩多久的游戏 玩多久的游戏 我管不了你们 吃饭的时候你们太闹了 给你一个iPad 先看动画片 前两天我去警府盐帮吃饭 然后我们约了三个朋友在一起 特别想要一个安静一点的环境 因为我们选这个警府盐帮 是因为它安静一点 然后我坐在旁边的时候 就有一个妈妈 给自己的孩子放着iPad 声音特别大 我大概忍了五分钟 最后我真的 我给他 我看了好几眼 提示他 这是一个餐厅 这是一个公共场合 别人到这里 可能是需要安静的环境 我看了他好几眼 我发现那个爸爸 无动于衣中 他看到我的眼神了 无动于衣中 然后那个妈妈在旁边 也不说自己的孩子 他觉得自己 就是把声音放得很大 让自己的孩子 能够看动画片吃饭 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过去说 我说 特别抱歉 你们声音能小一点吗 然后我们这里要聊会天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我说的特别特别 友好 还好 我的表达方式是比较好的 那个妈妈刚开始的时候 情绪有一点 电视一愣 她没有想到有人会提醒她 都没想到 她打扰别人了 然后立了之后 她有点不开心 我能看出来 她有一点恼怒 然后第三个是 她看到我的态度 实在太好 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所以她没有办法 就过去 把她的iPad声音 给开小了一点点 然后大概15分钟之后 他们就吃完了 就走了 我就在想这个家庭 我在想这个妈妈 她体会不到 陌生人的这种痛苦 她也很难体会到 自己孩子的痛苦 这个她是相通的 同理心是一种 就是我能体会到 别人的需求 这个叫同理心 同理心对于创业 对于设计产品 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你是个 没有同理心的人 几乎不可能 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因为你不理解用户 你不知道一个企业 最重要提供的价值是什么 这是非常危险的 没有同理心的人 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就像这个妈妈 她很难获得成功 是因为她在陌生的场合 都不同情别人 然后那个爸爸 看起来像一个 消极型的爸爸 因为他坐在对面 他放任这个孩子 和他的妈妈 去打扰他人 他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 他看起来很和蔼可亲 看起来是一个 很好的爸爸 好 当然有可能 这个场景是我的猜测 只不过我 别和这本书去谈 我对这几种类型的观察 所以拒绝型的父母 就是不想让孩子麻烦自己 他们会统治自己的家 有些时候显得非常冷淡 因为冷淡才可以让自己的孩子 距离很远 有时候很可怕 孩子感受不到温暖 这四种类型就是 情感不成熟的父母 如果你是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 你一定要知道 你所感受到的一切 都不是你的错 比如说你很客套 你不敢求助别人 虽然你取得了很好的成功 生活一切都显得很好 但你依旧不开心 你特别怕麻烦别人 你不敢拒绝别人 或者是你不愿意向别人求助 或者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或者你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这些都不是你的错 是因为你的环境当中 你的父母相处的方式 没有教给你什么是亲密 什么是一种真正的亲密 我在 有一个电视剧 叫Succession 中文的话叫继承之战 继承之战 大家看继承之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视剧 这是一个美剧 告诉我 继承之战中间的这个是他的父亲 然后旁边这几个都是他的孩子 他四个孩子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那这个父亲的话是一个新闻集团的大佬 他创建这个新闻集团 基本上就掌控了美国可能三分之二的媒体资源 不管是电视台 报纸 杂志 和这个游乐城这种 所以他们有几百亿的商业帝国 这是在美国一个极其显赫的家庭 大家都说这部剧的话 像是暗含去写这个莫多克家族 当然莫多克他是 他不承认啊 那继承之战呢 里面有四个孩子 这个家庭肯定是叼着金钥匙出身的家庭 他们度假都是直升飞机 然后去打猎 豪华游艇 然后他的孩子都出入于最高端的场合 这是肯定的 然后有一个他的小儿子 为了把他父亲的开心 就买下了一个球队 仅仅因为他觉得他父亲可能会喜欢 然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 可能比大部分的家庭都要多 但是我特别想告诉大家 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他们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人格扭曲和孤独感 所有的孩子都孤独 这种孤独包括他的 在他大儿子Candle 这是这个电影当中其中的一幕 大家看这一幕有什么样隐含的含义吗 在一个繁华的这个社交场合 所有的灯光照在他大儿子身上 他大儿子觉得 他所享有的这一切都跟自己无关 虽然生活非常美好 但他依旧很痛苦 这种痛苦就是来自于他的孤独感 他觉得内心有一种空虚 他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有很多人虽然不一定享有类似于像这个美剧当中一样的这种生活 但是我们的孤独感是相同的 这也是Candle 他好几次试图去推翻他父亲掌管的这个权力世界 但是都失败了 最后他都陷入了消沉 然后他的人生陷入一种无意义的状态 然后这是这个他父亲 这个主人公他父亲 他在一个酒店的时候 虽然他很强势他掌管一切的资源 他把几个子女玩弄在鼓掌之间 但是他依旧是深深的孤独 因为他跟孩子没有亲密 他没有真正去关心自己的孩子 他没有办法去关心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觉得权力大于这一切 因为他想控制孩子的话 他就不可能走进这些孩子的心 然后这是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看起来像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帮总统去做竞选 他有非常好的人脉 然后看起来精力充沛 可惜的是 在内心深处 他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属 然后这是小儿子 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乖张的人 但是其实在一些非常微妙的场合 他也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就是在和情感不成熟的父母相处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 除了这种强烈的孤独感 就是没有亲密 然后父母不做情感工作 他们特别强调角色权利 角色权利就是做父母的天然具有角色的权利 我是你爸 我是你妈 所以你天然应该听我的 然后他会把脱离这种角色的孩子 用道德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去贬低他 让他回归到这个角色当中 以便使他自己显得很舒服 他们寻求的是一种纠葛 而不是情感的亲密 然后在这样的家庭当中 经常有偏袒的现象 偏袒就是强烈的喜欢某一个孩子 而那个被偏袒的孩子 有些时候是因为那个更偏袒的孩子 更顺从 更没有那么独立 对他的依赖感更强 所以他更好控制他 所以他就喜欢这个孩子 那些非常独立的 对他看起来没有特别多需求的孩子 没有办法激起他们那种纠葛的需求 所以他们就会放弃 孤立他 或者不管不顾 所以和情感不成熟的父母相处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体验 但是我必须要说 在我们的成长环境当中 不管是过去 由于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穷困 还是由于父母的教育 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本身 也就来自于这些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认可和价值感的家庭 所以他们自己也是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他把这些命运一代一代的传给了下一代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谈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从这种情感不成熟的父母所造成的伤害当中解脱出来 其实我这几天呢 一直在拿这本书的这个话题和我的家人在聊天 我们聊了很多 有一次的话 然后我太太也问我说 如果是一个人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 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救自己 然后我说 你等会我还没有读到这本书的后面 但是在我的想象当中 我们必须要承认 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一定不会有一个轻松的方法 一个人能够如果自己的父母是不成熟的 然后他能变得非常成熟很独立 内心是充盈的有安全感的 这是他巨大的飞跃 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 因为他完全脱胎换骨的改变了自己 我们必须要说 来自一个情感不成熟的家庭 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而且绝大部分人没有能力去 去挣脱自己原生家庭 给自己带来的不幸 但是并不意味着 我们不能从中解脱出来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要给大家讲几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治愈的方法 他这里提了很多的方法 我今天都不想谈 我只想分享一点 就是如何去治愈 有一种方法叫崩溃觉醒 如果你要挣脱父母 对你的原有的不成熟的相处模式 比如说用情绪施压 所以你新组建的家庭当中 你会发现经常出现冷战 你也不愿意跟自己的伴侣沟通 那么你会发现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要打碎自己原有旧的心智模式 比如今天听讲座的时候 你首先知道 造成我这一切的是我的父母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这个也很重要 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他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或者是天生的 或者是自己的错 所以你要打破旧有的心智模式 这个基础是你要认知到自己的心智模式 比如说你特别讨厌冲突 特别不愿意跟人沟通 然后你会曲绝他人 你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 你没有安全感 你看到批评的时候 你就很紧张 你很难放松下来 当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应该去察觉自己 要观察自己 我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要崩溃 崩溃就是破碎 破碎之后进行重组 使你自己的情感变得更为复杂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2018年的时候应该是 在年底的时候 我那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想做跨年演讲 哇这是一个听起来 特别高光时刻 特别耀眼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准备 我们在.com这个咖啡厅里面 然后我把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都邀请了一遍 整个场合显得非常热闹 我的很多朋友都过来捧场 然后从晚上大概 六点七点的时候 就开始讲 讲我对于人生的体会 我这一年里面发生的事情 讲到九点多钟的时候 现场也显得非常热烈 跟很多人有互动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半 我坐在我们家的客厅的时候 我就开始不断地去咀嚼 所发生的这一切 我对自己特别特别不满意 我对自己特别失望 因为我觉得我那天讲得不好 虽然我的同事都在安慰我 还不错啦 第一次做挺好的 但是我突然意识到 以我的讲座的能力 人生的感悟 以及我人生取得的高度 我没有能力去支撑一场跨年演讲 我的人生高度还到不了那个 可能罗振宇可以 可能于敏洪老师可以 但是我的人生 还没有那么辉煌和伟大 对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显得有一点可笑 然后在这种自我反思下面 我的整个自尊全部破碎了 我不再珍惜自己 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我就瘫倒在客厅的那里 就好像自己破碎了一样 这个叫崩溃 怎么办 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自己太差劲了 自己做不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可笑 然后大概做了半个小时 那个时候正好是新年最后一天 新年第一天 十二点过去就是第一天了 我们都要做一件事情 叫写一篇跨年演讲 新年寄语 就是我写一篇新年寄语 我一想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就非常痛苦 但是我知道我要履行我的职责 因为我已经很难受了 我沉浸在忧伤当中 但是我还有个工作没有完成 如果不完成的话 我的同事都在等着我的稿子 而还有无数的家长 都在等着我这篇文章 怎么办呢 我就开始写我今天晚上的体会 我觉得自己讲得不好 我对自己不满意 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努力 我为什么不好 是因为我的人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然后写完这篇文章 写完我对我自己的反思之后 我突然发现 我重新充满了力量 因为我在面对自己的不足 我就开始展望我的未来 是我现在很差 但是我未来可以变得更好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崩溃 觉醒的过程 自我反思的过程很痛苦 因为它会带来很多对自己的贬低 有时候还会带来抑郁症 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 但是当你从自我反性当中走过来的时候 你的心智更成熟 你的情感更复杂 你能容忍更加深刻的感情 然后你能更接受自己 所以在 如果你来自一个不成熟的父母的家庭 来自一个这样的家庭 你要打碎自己 你要做很多自我反思 我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会客气 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的帮助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别人亲密 为什么别人对我好的时候会很愧疚 你要去理解自己 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切的问题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看待父母 你要查找出是谁的问题 你不能去攻击自己 然后你要知道 因为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你要去理解自己 仅仅仅是接受自己不可能 有情感成熟的父母 这一件事情就足够难 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 断定自己的父母是情感不成熟的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攻击自己的父母 我们只能攻击自己 这个让我们就形成了很多糟糕的性格 但是当你理解了这一切之后 你发现我不能攻击自己 这个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在崩溃和觉醒的过程当中 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 一定要做的 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找到最真实的自我 什么叫真实的自我 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本书当中的定义 所谓真实的自我 就是人的内心深处说真话的意思 听这个的话 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呢 人的内心深处说真话的意思 可能有一些人到现在都没有 去听自己的内心说过话 这本书当中给我们推荐的几个方法 你写下来 你在四岁以前 你喜欢做什么事情 你一个人发呆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干扰你独土的时候 你会把你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 那是你最放松 最快乐 最惬意的时刻 那个就是你的真我 你真实的自我 然后再把你成年之后 你现在做的事情写下来 对比一下 你还在做你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吗 很难啊 非常难 大部分人都已经脱离了童年那种真实的自我 很多人都在履行一些角色 他放在角色里边 我是一个好爸爸 我要照顾自己的孩子 我是一个好的员工 我是一个好的马农 我是一个好的经理 我是一个好的创业者 他每天都在折磨自己 我会说会倾听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读处 喜欢读书 喜欢写作的人 但是我的工作很多时候不允许我做这些事情 我要做很多的沟通 要开新的学习中心 要服务家庭 要开立会 要去安排一些索脆的东西 要去推进进度 但是那些事情不是我爱干的 但是我能说这样的话吗 我不能 因为我是一个创始人 我要履行我的职责 如果我自己都不努力的话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同事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我真实的自己是愿意发呆 愿意做很多的自我反思 愿意做内容输出 这是真实的自己 不需要别人推动的 这叫真实的自己 每一个人都有真实的自己 记住了啊 真实的自己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当你内心趋向一致的时候 你可以把事情看得更清楚 你变得非常敏锐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 这个东西是对的 比如说你对别人的第一印象 你可以迅速判断出来 这个人值得依靠 值得信任 值得投资 可以合作 这个人不行 这个人很坏 这里有危险 这个就是真实的自我 它是你直觉的来源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自己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 你不是固定的 你每天在变化 你会专注于解决方案 你会脱离抱怨 我就想怎么把这件事情搞定 然后你会完全去倾听 倾听别人 然后一切事情都变得可能了 而且会有意想不到的机会 以及他人的帮助 而后变得更加幸运 如果你自己变得特别真 你会发现你总是有好运 特别特别有意思 前两天有一个 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 我只是跟他打了一次电话 然后他突然间 一起通过电话好吗 我说可以啊 怎么了 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合作 创业 做一个公司 我有一种巨大的 被信任的那种幸福 特别特别奇怪 我就跟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为什么就愿意说 跟我一起做一个公司呢 当然我很欣赏他 我很欣赏这位朋友 他也是一个非常真诚 非常真实的人 可能一个真实的人 看到另外一个真实的人 瞬间就被击中了 他可以找到那种熟悉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就迅速的被人信任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你处处被人信任 但如果你很客套 很客气 有一点点虚假 或者强迫的在执行角色 角色的职责 你就会发现你很别扭 别人就不敢跟你合作 会离你离得很远 别人没有办法信任你 没有办法跟你 很深亲密的关系 你总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 你的抱怨越多 你的机会就越少 其实我在身边 我跟很多家长聊 有很多家长会告诉我 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我总是遇到好老师 我们的孩子总是遇到好老师 我说因为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真诚的人会得到很多的帮助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修炼的非常真诚 真诚具有非常多的好处 真诚是一种能力 你要去除到自己所有人性的那些缺点 一步一步变得更加的坦诚坦然 身心一致 表里如一 你要做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觉得人生特别美好 或者人生也很幸运 一点都不艰难 那这个就是当你崩溃觉醒之后的最好最好的状态 你不再怨恨自己的父母 你知道改变自己的父母是不可能的 然后你能接受自己出生在一个不那么幸运的家庭里面 然后你接受这一点 你也不想去改变自己的父母 然后你不为自己父母对你的抱怨攻击而感到内疚 因为你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然后你一点一点的治愈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情感成熟的人 承担自己的责任 敢一向别人求助 和你的伴侣有亲密的沟通 不用情绪去施压 有什么东西你可以非常坦诚的告诉你的丈夫 说我希望你多陪孩子 我希望你星期三的时候 我们能一起吃饭 或者能跟你聊聊天 因为我特别需要你 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吃饭聊聊天 我们经常听到啊 有一些说男人有钱就会变坏 当一个丈夫在职场里面 他的职位突然提升 或者他突然赚了很多钱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丈夫总是会抛弃自己的妻子 对吧 所以很多人说有钱就会让他变坏 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真正让这个夫妻分离的是 他们没有亲密 就他们没有情感的互动 一个有情感互动的人 不会因为丈夫的状态发生变化就离开 因为他在外面跟其他的人 没有办法形成这样的情感互动 真正让婚姻崩溃的 是在这个婚姻当中 已经没有亲密的情感交流了 没有亲密的情感交流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方是一个不成熟的人 他不想他不敢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的这些习惯是学的他父母的 用情绪给别人施压 要别人去猜 你看看我需要什么 你一点都不懂我 他的父母就没有给他示范 当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 上去应该去解决他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我在讲 就是我在看到说 如果我们自己深受这种诅咒 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有些不成熟 到底怎么办 我们要有一次崩溃的过程 然后去解醒 我们是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要放弃父母会改变的幻想 要去忘记关系 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不要再考虑你跟你妈妈之间的关系了 如果你考虑太多的话 你没有办法达成目标 最重要的是你要 你要达成你自己是独立的 你跟你的父母是平等的这个目标 然后要善意控制 就如果你向你的父母施压 一般来说 情感不成熟的父母 会经不住别人给他的压力 他都会答应你 所以你是可以控制你的父母的 避免和他们过于亲密 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这是这本书里面说的 非常紧紧的一句话 因为很多人还有这样的幻想 他们的父母会突然有一天 跟自己显得特别亲切 然后很多孩子就会产生一种幻想 啊我的父母变了 不会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让他的父母给予他更多的爱 除非他们让自己完全崩溃 打开自己重新做反思 这样的父母是很少的 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这本书的话 像我们勾勒了一个 情感不成熟的父母 这样的家庭 或者是在你的关系当中啊 你的朋友 你的合作伙伴 或者夫妻的关系当中 有一方是不成熟的 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 真的是能大大的帮助你 去识别这种问题 而且知道怎么一步步走出来 当你了解 是由于对方的不成熟 所以你们的关系非常痛苦的时候 有时候你有一种解脱 或者一种超脱 你觉得更加平静 原来我的一切是怎么样造成的 这本书非常值得大家细细的去读 还有很多很细节的一些概念呢 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答案 好 特别感谢大家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真觉得它是我人生的朋友 我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 一定要去读书去阅读 然后在我们的群里面 跟我们一起去交流 分享 去治愈自己 愿意听这样的书的人 就在一步一步变得更成熟 如果更愿意去做笔记 去分享 跟别人去探讨 那你的成熟度就越来越高 当你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处理好工作 你有升迁 你会变得更幸运 你有更好的亲密关系 你跟妻子的生活会更幸福 所以这本书很值得珍惜 好不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